疫情过后至今 我参加过最大型的一场学习大会 就是由马来西亚Tedex Petaling Street 所主办的起 大会的主题叫做起 Reset 给我很有感受 为什么很有感受呢 除了是一位观众以外 我本身也是大会的志工之一 在这整个大会当中 我发现到原来有那么多人 依然需要这个字叫做起 今天就让我们来分享 如何让自己重新出发 YO 你好 我是3D镜头变现教练游泳气 这频道主要是协助普通人 成为一位创业者 让你可以透过出镜的力量 打造个人的网络品牌 用你独特的影响力 影响更多人 并协助自己完成 想要达成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感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 打开小铃铛 点开全部 那么你就不会错过 类似的内容了 马来西亚Tedex Pataling Street 经过两年疫情的lockdown 就是隔离之后 今年2022年重新开放 举办大会 今年的主题叫做起 Reset 起代表启动 目的是透过这个大会 主讲者的分享 让大家能够重新启动的意识 这一次的活动 我感受良多 因为我发觉到 在这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 当然有很多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备受影响 那么重新启动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人生存在的一个 真正的现象 叫做一定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来自生命当中的停留 不管我们做得好或不好 只要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某一个程度 某一个情况 它就会逐渐产生问题 因为人的想法 是希望自己 能够不断地演进的 是的 那重新启动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现在和我也许 曾经有的一些经验 叫做做一个事情 不管做得好不好 会到达一种程度 叫做无力 无奈 无聊 无趣 无意义感 或者是无意识 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开始启动了 如何让自己重新出发呢 怎么样去重新出发 也许透过今天这个内容 你听到最后你就了解 也许你就会察觉到 原来重新出发 我们可以从八个角度来重新出发 重新启动 人生最高点是在哪里 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最高点 人生的最高点 如果要说有的话 应该是找到那个平衡点 举个例子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 追求什么呢 一个是追求精神层面 一个是追求经济方面 有的人一直在追求精神层面 让自己很开心 很高兴 很爽 当我们一直在追求这方面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 它就好像一个平衡一样 当我追求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下去了 这个部分叫做精神 经济 精神提高 经济也许就下降了 所以啊 有的人开始怎么样 发现到失衡以后 开始追求经济 开始要去赚钱了 可是当我们在赚钱 追求经济 不断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不太快乐了 精神层面就下来了 所以人生就在这两个地方 摆来摆去 摆来摆去 所以你说人生最高点 是在哪里 其实人生最高点呢 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 平衡点不是刚刚好 而是有的人的平衡点 是这个样子 有的人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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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人而异 个别差异 好如何来启动自己 我们从八个角度来找到人生的平衡点 叫做均衡人生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地方 就是工作 在工作方面 是否开始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是否重新启动呢 我自己啊 在疫情之后 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 一直不断不断地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但是有的时候变得更好 也不会再好 因为好 好不了多久 是的 好 好不了多久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否能够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确定感 这样子去平衡下来 工作才会变得更加的有趣 乐在工作 第一个是工作 第二个 理财方面 我们是否要启动一下 是否我们开始 重新去看看我们理财 经济方面 是否能够做一些调整呢 八个方向包括工作 理财 再来就是健康方面 哎呀 这个部分 我体会深刻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失去了两位朋友 这两位朋友 在工作理财方面 都做得很好 可是因为健康的关系 也许忽略了 造成他 提早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很可惜啊 那我想百年之后 我们都会相见了 不管我们在哪里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我们现在的收入 有多少 生活状态是怎样 如果我们健康的话 就会逐渐的趋近快乐 跟幸福 起码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你重视你的健康吗 所有人生的成就 后面都有很多零 可是健康 可是健康 是前面的一 失去健康 就等于失去全部了 工作理财健康 再来就是人脉 我这次参加 1500人的 Telix Bertalin Street的 一个大会分享 身为一位志工 我开始体验到一件事情 哇原来人脉 能够带来给自己的 一个幸福感 身为志工的我 我看见我们志工们 那么努力的 在为一件事情 在成全一件事情 在成全一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 已有荣愿啊 那也许到后面 我就会放一段 为什么他们要担任 志工的一些分享 让你来听听看 所以人脉 有的人来参加一个活动 其实他不只是要一个 可能是学习或者是什么 他只是要来认识人 所以人脉是很重要的 再来就是家庭 重新启动我们的家庭 也许我们四面八方 到处游荡之后 最后一定要回到 或者是找到家的感觉 那我们家要去如何经营呢 在这边我就不展开 给你一个方向 就是如果我们要重新出发 可以住一些什么 家庭 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 再来就是心灵 心灵就是 做一些跟金钱没有关系 跟利益没有关系 跟收获没有关系 但是纯粹的感受 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让自己开心 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有意识 有意义 就好像Tedex Pataling Street 在做志工的时候 有的人也不了解 为什么有老师 你要参加Tedex Pataling Street的志工 但是我心知肚明就是做这件事情 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上的回馈 但是心灵那种满足感是很棒的 再来就是休闲 是的 也许我们一直忙忙碌碌 到底为了什么 你有没有发觉到 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你赚钱的目的是什么 人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放松 我们不是要过得很体面 有的人很体面 但是一点都不能够放松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找到不一样的平衡点 比如说休闲这个部分 那么生活就更加有意思的 你觉得呢 工作 理财 健康 人脉 家庭 心灵 休闲 最后一个是什么 学习 我相信一件事情 学习会让人快乐 学习会打开我们的视野 学习能够看见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不知道你对学习的感觉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重新学习新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可能进入阶段性的探索 阶段性的新机会 你觉得呢 今天跟你分享就是如何让自己重新出发 这灵感主要是来自今年Telix Batalin Street的大会主题给我的一个灵感 我希望透过今天这样子一个简短的分享 你也可以开始重新启动 明天早上起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如果每一天早上我们都能够重新启动自己 跟自己在一起 看见自己 可以往哪一个方向 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 去经历生活 生命的话 那么人生就变得更加有意义 今天的内容听了以后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你订阅 甚至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 分享给一两位好朋友 让他们也可以开始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启动起来 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更有意识 节目的最后 我想要给你看一段影片 这是我在Telix Batalin Street大会当中担任志工的时候 随机性的访问了一些志工 他们为什么要做志工的感觉 你看了以后 看看你有没有一些感受 或者是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生活周围 有没有一些机会去做志工 甚至把自己的工作当成志工 那么生命感受就会不一样了 好 让我们一起来观赏 另外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3D镜头变现教练 有勇气 拜拜 拜拜 我一开始加入志工是想认识更多人 可是后来发现到原来 文物社会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陈明生 这是我第八次的参与志工 嗨 我是Marco 第一次成为开个志工 为什么想做志工 因为有志 因为有志气 之前小丹 我是年会的大会司宜 第二届当大会司宜了 因为我想要来 expose不同的东西 是expose吗 对啊 探索 探索不一样 因为我想要探索不一样的事情 日德隆应该是第四第五次做志工 我想要学更多新的事物 还有接触一下这个很强大的团队 我叫TJ 第一次当志工 因为在这边我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我是云三五 就像我参加的空间了 因为我喜欢 我叫June 我是第三年当志工 想认识年轻人 想知道更多这些TagX的东西 我第一次当志工 我叫Adam 因为我喜欢大家一起 Skid by这事情玩手的那种成就感 我叫辛敏 经常的辛敏感 然后我今年第二次当志工 我叫子康 然后我做志工其实是一个习惯 因为我时常在 我习惯去各种活动体验 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习惯就是 当那个活动去办 我还是会申请对那个活动的志工 所以我觉得 就觉得是一个时光 我们一定要来这样 因为我想要来这里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累积下我的经验 然后来分享 来学习一下 然后担任TagX的 BertalineScript的那个志工 那个体验 我叫Ray 我是来自 我是负责Risk Management的 风险管理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TagX的BertalineScript的志工 我是廖德莱 我是当了第一次世界的志工 我当志工的原因是 因为这里非常好玩 而且又能够从中学到很多的 的智慧 我之所以做这个视频 是因为你值得被世界看见你 我是游泳气Alan 第六次担任TagXBertaline Street自工 我一 céu 我一了 我一 razem 我一边知道 那边知道 我一边知道 但我一边知道 你的这种顶部 你做 леж relax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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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